歡迎收看我不坑拿鐵頻道 今天就玩手FIFA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今天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 全新的拳頭塗裝即將推出 今天先搶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一樣是這個獵殺爵士傳承系列的 可以看到我之前影片中有跟大家介紹 這個背包包括五四刀都是會變色的 它很像是什麼魔法石 就是碰到後來就變成不同的顏色 然後這個系列的部分 在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這塗裝的部分 目前湯姆森衝鋒槍我覺得是非常實用 其他基本上都是耍帥用的 包括凝膠護盾都非常的帥 然後今天要分享就是它這個系列的拳頭 在分享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服已經出過哪一些拳頭了 然後我之前是有在收藏是因為 我還蠻喜歡用空拳打死敵人的 大家應該知道 所以說拳頭的部分我都有收藏 包括像這個是火焰之拳 艾斯的拳頭 好它長這樣 然後這個是神之拳 算是在四聖獸那系列的時候出了 就是有一個很像青龍套裝那個 那時候推出的 然後只是我一直覺得很像袖套 因為它那個塗裝太高了 變成很像是在手的上面 應該再下來一點才對 好這是優害之拳 烏鴉day的時候推出的 這是拳頭蠻多玩家都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 大家如果最近有復刻的拳頭 看你們想抽可以抽 可是新塗裝的拳頭非常的帥 看完後可能就不想抽了 好這是樓天使之拳 這是繡劍 刺客教廷 聯名合作的時候出來的 其實它這繡劍原本的 劍應該是在裡面 只是官方把它做在外面 然後其實好像有不同版本 有些版本好像也有在外面 遊戲裡面我記得是在內側 繡劍是在內側 好這個是認真偶打 Wompunchman 就是一拳超人 這個拳頭塗裝的話 比較特別是它 會變大 拳頭會變大 蠻酷的 好再來這是蛇之拳 眼鏡蛇套裝 傳奇服裝第一套的時候推出的 蛇之拳 KO之拳 KO之拳我覺得還蠻喜歡 因為紫色的光芒 它就是在 那個拳擊風格那一套 有男生跟女生 黑色跟白色那一套 那時候推出的 櫻之拳 櫻之拳那時候套裝還蠻誇張的 然後這是它的拳頭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包覆的一個 三角形 的音樂拳頭 寒冰之拳 寒冰之掌 中了以後你就會本身碎骨 寒冰之拳搭這個服裝還蠻適合的 好以上是我現在目前有的拳頭 不知道有沒有lost掉 因為有幾波沒有刻 總之在講可能有lost吧 如果lost的話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接下來呢我們先看一下台服下有新的活動 新的活動基本上來講是 這個烈莎代號的浮動 有一個 新的頭髮 它這頭髮現在會變茂密 很好笑 變茂密的頭髮 它的等級 這0就是說你在地圖中還沒有撿到頭盔的時候頭髮會長這樣 然後頭盔撿到1級的時候變這樣 2級3級 诶那4級會變怎麼樣 沒有看到4級是什麼 總之就0嘛 0 1 2 3 诶那4級 4級可能跟3級一樣吧 總之它的這個應該就是我們 剪頭盔的時候會變形啊 會變成這個應該叫髒辯吧 黑人的髒辯還是什麼的有一個講法 總之就是像這樣的感覺啊 這個是新的東西台服的 再有些 音樂什麼的 烈莎堡壘這服裝陣有介紹過了 因為我的觀眾有些不是台服啊 讓你們知道台服是什麼 像這個新的廚子裡 這把廚子裡就非常的不錯很有誠意啊 是一把 鐮刀 如果你有在刻這個遊戲你只要刻699的話呢 就可以拿到一把新的大鐮刀了 這鐮刀很帥 紫色的 其實鐮刀有一個 鐮刀默刻之虎啊 已經紫色了 然後又出一個紫色 我覺得可以出個不同風格了 總之在講鐮刀的部分 我好像有一兩把沒有吧 總之現在塗裝出才快啊 快到就是有時候 你要選擇要不要刻 因為不然可能會破產 總之這個跟默刻之虎有點像啊 因為都是紫色的 然後看大家喜不喜歡 我是覺得還蠻帥的 因為曼 還有上發一個 亮光跟 類似幽暗的 一個特效啊 好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新的 拳頭塗裝 好我們現在 所在地是印尼伺服器啦 我知道比較可能會玩印尼伺服器 因為印尼伺服器我發現他們更新的東西比較快 泰服 稍微有點慢 當然是看物品啦 泰服這一波更新比較慢 可能還比泰服慢 總之來講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新的東西啦 新的拳頭 這邊已經可以看的到 好 這個是比泰服還快出啦 你們可以看一下叫做 吳與倫比的力量 它是一些藍色的拳頭有沒有 然後呢 它攻擊的時候會有 紅色跟藍色的光芒 所以這個拳頭非常的帥啊 算是以目前來講特效最多的啊 應該打出去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一個 左手是藍色 然後右手是打出紅色的 給它冰與火之歌 好這個就是新的拳頭 吳與倫比的力量 然後它這一次是用幸運轉戰士在印尼伏 台服的話不確定會用什麼方式去推出 它是用鑽石去抽啦 鑽石去抽的話還有獎箱是100鑽 可是這種鑽石通常100鑽通常很難抽到啊 比較容易抽到的應該是小獎 再來就看可不可以抽到大獎 好這個拳頭就是我們新的 拳頭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啊 這隻拳頭超帥的 因為有 紅跟藍 特效滿滿 其他的頂多就是一個光而已 它這個是直接一個很大的像是 手榴彈爆炸的火花有沒有 OK 這就是我們印尼伏現在先推出的 然後台服可能 你們在這幾天就會看到啦 應該差不多會跟上啦 再來其他東西 都介紹過了 AUG我們台服現在已經出了 然後就看大家想不想抽啦 要抽的話應該是抽 紫色這把護甲衫有兩個 其他的話 之前類似的塗裝 都有出過了 好的這就是新的塗裝啊 然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你們沒有覺得這拳頭比其他拳頭還帥呢 還是你喜歡哪個拳頭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啦 然後我們就等它推出以後呢 到時候看是什麼活動啊 目前看起來就是 鑽石轉彈啦 鑽石轉彈可以轉到的話 如果你有轉彈券留著 或許就有機會中了 可是要看台服是不是用鑽石轉彈轉啊 不確定 好我們現在回到台服啊 主要來講 現在每個伺服器跟新的速度不一樣啊 那就看看各位玩家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新的任務的部分呢 我稍微有玩了幾場啊 他解任務其實就打模式就可以啊 打這些 什麼經典模式傳隊徒奇跟 獵殺大奧集結 第二大奧集結還沒出 然後你們只要解完任務的話 他就可以一直走樓層嘛 然後 獎勵的部分就是走到第10樓 就會有這個 免費服裝可以拿了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講大事上就解任務就可以啦 這個算還蠻不錯的啦 這次的活動 無課玩家也可以直接呢 透過玩遊戲 然後拿到轉彈券 再來就是 這個 獵殺傳承碎片 再來還有這個 基流泳洞組合包 然後其實他這次的碎片有兩種喔 大家注意看 一個是 獵殺傳承碎片 然後其實他這個 分的有點細 我先講一下 因為有些玩家可能不知道啊 我們先打 點倉庫 然後點其他 這裡的話 可以看到有兩種 一個是 獵殺絕世傳承 然後一個是 獵殺傳承碎片 兩個差異在哪裡呢 這個 獵殺絕世傳承的話呢 他是長一個狼的 樣子 然後一個是個寶石 然後狼的樣子 這個我們對應這裡的獎勵 好 可以看到 這個是 寶石的嗎 寶石的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 獵殺寶壘這裡的 我們看一下獎勵 有沒有也是寶石的 OK 再來呢 都是寶石的 所以說我們在 不客見狀況下 你可以拿寶石的 然後寶石的話 可以在右邊這個 這邊可以換到 不用課金的獎勵 不用課金的獎勵就是 手榴彈 然後呢 這個滑板 跟機車 是不用課金的 然後課金的部分 就是獵殺絕世傳承 獵殺絕世傳承 這個代幣怎麼拿到呢 就是 透過 抽寶箱 或者是你直接買代幣 你要記得用折扣券 因為你可以看到下面的 這個 131 那我們對照 我們現在商店的 因為有些玩家可能搞不懂 他原來有兩個徽章 其實那時候我也有點搞混亂了 這個是 狼的徽章 狼的徽章是課金 所以說剛剛有兩本書 左邊是課金 右邊是不課金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然後你們在 買代幣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抽箱子 抽箱子的話最低可能4.9吧 等於是 4.9賺拿到一個徽章啦 因為有可能抽到10個嘛 如果說你今天要用另外買法的話 就是買這個 徽章 然後呢 你直接一樣可以用優惠券 可是這樣折扣的話 就 看個人覺得啦 因為他折扣 算起來 不會最低不會到4.9 那就賭運氣啦 看你想要用這個徽章 加折扣券還是買箱子去抽 我是買箱子抽啦 我想說 賭賭看嘛 這遊戲 抽東西不都用賭博的感覺嗎 所以總之來講呢 你們在收藏櫃看到 藏品傳承有兩個 獵殺爵士傳承跟獵殺傳承 左邊 課金 右邊 不課金 這樣子相信你們看完這集後就了解 原來為什麼左邊的東西 你解完任務也沒辦法拿 因為這邊是要課金才有的 如果我講錯的話在後面影片再更新啦 應該是 目前開始是這樣啦 獵殺傳承右邊這個 就是不課金獎勵 解完我剛剛講的經典任務啊 團隊突襲啊 然後那些任務以後呢 你會拿到經驗值 然後經驗值去走樓城以後 就會拿到剛剛講的 徽章獎勵有沒有 寶石的 寶石的就是不課金的 然後要課金就是要 一隻狼的那個 碎片 好 大家上次就分享到這邊 今天遊戲呢就分享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 變色的系列 服裝跟武器跟塗裝 喜不喜歡啊 總之其實遊戲看個人要不要課啦 還是希望台服的風氣可以好一點 讓玩家增加 那我們今天遊戲網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繼續分享 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綜合Twitch 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 哪一題都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bye